醒目一响书接上文 上文书啊 咱们聊到了这个 经略大学师傅衡 在乾隆四十四年的 十月初八 在缅甸打了第一场仗 这场仗啊 是这缅甸人主动出击 与这清军交锋 说实话 这一仗打起来啊 算是解了这傅衡的尴尬了 为什么呢 进兵啊 三月有余 行程两千多里 不知道啊 越过了多少大疆 翻过了多少大山 这经略大学师傅衡 才算是见到了缅军的主力 清军这一仗打起来啊 可算是出师大劫了 三路出兵 沿江而下是攻击缅军 这傅衡作为主帅 坐镇中军指挥 这东路军呢 由傅将军阿贵和海兰察指挥 拔营四座歼迪五百 西路军呢 由傅将军阿里滚与伊勒图指挥 抢敌营一座也是歼敌五百 打的最好的呀 是中路 也就是在水上 江上边的水师 这只福建水师啊 借这个地利之势 由上游青州杀下杀的缅军水师大败 不但倾覆了敌州数十艘 就在江面之上斩杀了敌军数千 指挥这只水师的 就是云南提督哈国清军们 这乾隆皇帝得到消息之后啊 对有功之臣自然是个个都有封赏 到了十月十八日 这会儿啊 这清军可就面临着两种抉择了 这多数将官的意思啊 是乘胜去攻打这缅甸的首都阿瓦 这也是这傅恒呢 最初就拟定好了的作战计划 可是啊 这傅将军阿里滚 他可不这么认为 阿里滚认为啊 现在就在眼前的老官屯 离这有多远呢 大概三十里地 史书所载啊 据此地大概一舍 那么说这一舍之地是多远呢 这一舍之地啊 就是三十里 在这乍一听啊 这一舍之地啊 您听着可能有点耳冷 实际上啊 咱们经常说 说你啊 离我远远的 跟我要退避三舍 三舍呢 那自然就是九十里 您看这是咱们常用的词不是 这傅将军阿里滚的意思是说啊 这老官屯距此不远 在那儿啊 驻扎着大量的敌兵 咱们要是不前去消灭这些敌人呢 对不起皇上也难以向朝廷复命 这里边啊 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 这阿里滚认为啊 还是要找到缅甸的主力决战最为重要 在老官屯呢 和缅军主力决战 胜过去打阿瓦一座空城要强得多 这傅将军阿里滚原话是这么说的 老官屯有贼诈 前岁 额尔登俄进攻处也 据此仅一舍不枉破之何以报名 这阿里滚呢实际上是这军中前线的二号人物 他表达完自己的意思之后啊 领着自己本部的人可就往这个老官屯方向进发了 这其他的将官呢商议商议啊 觉得呀这阿里滚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啊就一同进兵攻打老官屯 这清军的大队人马来到老官屯寨下 扎住队伍抬眼一看呢 哎傻了 怎么呢震撼呢 没见过如此气势磅礴的木榨城寨 只见这个老官屯木榨城啊 虽然不是很大 旧扎在山顶 可是啊这周长的木榨寨呀 也有啊二里多地 再一看呢 这扎木榨城用的木料啊 那都出了号了 这大圆木啊每一根直径都有一尺 深深的呀就栽到了山坡上的泥土里 再一看呢 有的柱子呀干脆就不是栽上去的 就是在那儿原本就有一棵大树 用锯子把树冠直接裁掉 这根木头啊就立那儿了 在这木榨墙外边的山坡上啊 直接就挖了三道大壶沟 每道壶沟啊都深树杖昆树杖 在这壶沟的勾芽上啊 都横七竖八的插着竹枪挡马 这缅甸人呢 混这种竹枪挡马呀 叫做木谦 他们认为是防御这个八旗骑兵冲锋的最佳防御武器 那么说既然已经攻到老关屯摘下了 不打是不行了 于是啊这复横阿力滚下令 在这个前沿阵地先筑起高高的土台 干嘛呀 安设炮位呀 对呀 来的时候这复横不就跟着乾隆皇帝说了吗 带着这个筑炮的工匠 然后士兵啊 带着铜铁到这个阵地上啊 再筑大炮 这样呢就省着这个随军拖晕重炮的麻烦 那说干就得干 前边的将是筑垒炮台 这后边的工匠啊 交筑大炮 这老天爷呀 还真算是给这精略大将军复衡面子 真就没刮风没下雨的 顺利的把这大炮就筑好了 筑出来的大炮啊 这口径还真是不小 把这大炮搭到炮位之上啊 钻了火门 填了炮药 装了炮子 对准缅甸的承寨啊 一炮可就轰过去了 从这个史书上所留下的文献上 咱们看呢 这炮的口径肯定不小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史书所载啊 清军先驻土台 以大炮轰随目恶洞 那么这个恶洞有多大呢 大概齐啊 五六七十公分 这恶呀 就是套在这个牛马脖子上 拉车用的工具 您瞧这牛和马呀 它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大长脸 得把这牛和马的脑袋呀 从这里钻过去 您想想这哭了 它晓得了吗 哎 这炮的威力呀 看样子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史书所在 后边的四个字啊 它泄了气了 清军先驻土台 以大炮轰 随意恶洞而炸不塌 这木炸城啊 虽然给轰出一个大窟窿 但是啊 这炸墙不倒 这一万多清军往上攻 总不能都冲这个窟窿跑 从窟窿里往里钻呢 再者说了 等你爬上了山坡 越过了壕沟啊 人家这个洞啊 也都堵上了 而且您各位都是聪明人 咱们一琢磨就能琢磨出来 这炮啊 也无非就是 炮这么一两门 形成不了密集的火力 所以啊 这炮轰成寨的办法啊 不成功 那既然这炮不顶事了 咱们另想别的招吧 谁出主意了 这云南提督哈国兴 他让这个士族啊 到这个深山老林里 采来了拇指粗的老藤 然后啊 将几股拧在一起 拧成啊 这手臂一样粗的大绳 说到这儿啊 咱们得控一下 这段书啊 是今儿给您说 这要是前几天说呀 我还跟您说呀 是直接从山里 找来啊 这手臂一样粗的树藤 就在前几天呢 我读了这么一个文献 说有几个人呢 去广西的山里啊 溶洞探险 结果就发现了 古人下洞用的藤绳 就是几股 拇指粗的藤子 拧在一起的 并不是一整根 所以呢 这点知识啊 咱们在这儿就用上了 那这哈国兴 采来了藤蔓 凝成了几百丈长的大绳 他是要干嘛呢 要说他这主意啊 也不一定不是个好主意 这营中不是有 猪炮的工匠吗 他让这些猪炮的工匠啊 打制了一个大铁钩子 把这老藤啊 拴在了铁钩的一头 然后呢 让这侦察兵 带着这个铁钩啊 潜伏到敌人的承寨之下 勾住木炸 这头呢 三千人 排个儿排好了呀 像拔河一样 就拉这个木炸 其他的清军士兵啊 趁夜埋伏好 等这个城炸一倒啊 顺势冲入寨内 这还用浇吗 那剩下的就是杀人呢 那么说成功了吗 没有 要说呀 这绳子跟这铁钩啊 那可真够结实的 清军的士猴啊 那也绝对够骁勇 带着铁钩啊 攀坡而上 可就挂在这木炸之上了 可是几千人 刚一较劲啊 人家木炸上面的敌人 可就发现了 那那藤蔓边的绳子 再结实 他也架不住刀砍呢 三刀五斧子呀 就把这个绳子砍折了 山下的清军呢 正拉着绳子头 那叫着劲呢 这一段可不要紧呢 个顶个摔了一个大眼壳 这还不算完 这大铁钩子啊 还让人家勉勉人呢 得去了 哎 这个哈国兴军门的 强倒众人拉之计啊 也没成功 那这清军一看呢 这些办法都不行 那干脆呀 咱们就用火弓吧 那既然是木炸嘛 这五行里边啊 火还刻木呢 那既然如此啊 放火 烧他个奶奶嘴的 趁着夜色呀 再挑选这个勇猛的士兵 组成突击队 带着硫磺燕箫 以及火油啊 冲到木炸跟前 这清军想的是不错 泼上火油 再撒上硫磺燕箫 点燃之后 这木炸自然就烧毁了 结果哪知道 这木炸呀 它全是尸木头 也没那么寸 那天呢 还刮的是西北风 这泼上火油之后 一点燃呐 这点虚火 都被风吹回来了 这突击队 还没少受损伤 烧死了好几个清军 这大木炸呀 全是尸木头 这火油的劲儿 过去之后啊 这火也自然就熄灭了 哎呀 这难了去了 这前线的所有将官 这会儿啊 可就都没什么主意了 这会儿啊 还得说阿里滚 他就想起了呀 当年在新疆 和这个大小合卓作战的场景 那他想起了哪场仗呢 乌石之战 这清军呢 就是靠挖地道 挖到这个乌石城下 然后点燃了火药 炸开了乌石城 那么说干就干 这白天清军呢 是假意阳攻 到了晚上就开出了土木攻势了 一点一点的往身上挖地道 这后边随军的这些工匠啊 也不闲着 炒制火药 包炸药包 要说呀 这还是人多好干活 没几天 也就是十一月初的光景 这条地道可就挖通了 一直就挖到敌人的债墙之下 这工兵啊 可就开始往这债墙之下塞炸药包 这一切准备做好之后还不错 这缅军并没有发现 也不用等到天黑了 就在白天呢 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前方的工兵划着了火帘 可就点着了炮鸟 好家伙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啊 那简直是山崩地裂 只见山上埋炸药 这块债墙附近是硝烟四起 这清军响啊 这回肯定成了 那肯定被炸出一大窟窿 然后咱们顺着这个窟窿攻上去呀 无论里边有多少免军 嘿嘿 不够杀的 实际上还没等这个硝烟散去呢 就有清兵看清楚了 只见这段城寨呀 被这个大规模的爆破呀 炸起来有一丈多高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既没散呢 也没倒 他又落回去了 三声爆破之后啊 这段城寨 他也没倒也没塌 这下子算是完了 这二十多天的进攻啊 这次爆破呀 已然是清军最后的主意了 再也无计可施了 说起来呀 也是奇怪 这会儿按说呀 已经过了这个 燕仗横行的节气了 可是这清军的军队当中啊 还是因为水土不服 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据战报所在呀 水土不服 兵多染仗 日有死亡 缅甸一方的守债的兵士啊 不减反增 而且呢 人家这个随着兵力越来越多呀 人家就开始啊 不只是被动防守了 开始主动进攻了 那清军这边大营里边的疫情如何了呢 嘿嘿 越发严重啊 副将军阿里滚 水师提督 叶向德 总兵 吴氏胜 副都御史 副险 副都统 呼尔启 还有一位副都统啊 叫阿里木宝 怎么着 您以为他们都病倒了吗 比这更严重 这些位将军呢 都已经病死了 那现在摆在复衡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 一条呢 就是撤兵 再有一条呢 就是等着 慢慢的呀 让这个瘟疫啊 把部队消耗下去 然后缅军冲杀上来 把清军一举歼灭 那么精略大学师傅航到底何去何从 咱们明天继续